有这么一道题,在过去的几年里,老枫树农场培育超过其在该地区主要竞争对手和果园约一千多个苹果,但由于今年天气寒冷,两个农场的收成都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 不过,这两个农场从邻国的农场购买相等的数量的苹果,已补齐自己农场短缺的数额。 那么现在,这个农场一共有多少苹果,它们两个农场的苹果数量是相同的,还是一个比另一个多,你是怎么知道的? 让我们来标出这些变量,那么先假设,大M,大M表示老枫树农场的苹果数量。 而这里提到的另一个农场,和果园农场,用R表示,R表示和果园的苹果数量。 我们第一句提到,在过去的几年里,老枫树农场培育超过其在该地区主要竞争的对手和果园约一千多个苹果。 因此,我们可以说,老枫树或者M,等于R加一千,因为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数量。 因为题目说的是大概多一千个,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老枫树农场,也就是我们所标记的M,超过和果园一千个苹果。 也就是正常年份,M大于R。 现在这个题目说了,今年特别冷,那我们就说今年。 今年,两个农场的收成都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这不是正常年份了。 来让我们看看今年发生了什么。 今年,两个变量的每一个都减少三分之一,也就是,是原来的三分之二。 譬如说,如果我们用X,减三分之一X,就剩下三分之二X。 就是说,减少的三分之一,事实上是乘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如果我们这里的每个数值都乘以三分之二,不等式仍然有效。 因为我们应用这个运算到不等式两边,而且我们乘的是正数。 那如果我们乘的是负数,我们需要变换不等式位置。 因为两边乘以三分之二,所以,三分之二M要比三分之二R大。 为了让你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来用竖轴表示,那我们就来画条竖轴。 或许,这样让你感觉太直观了,那我道歉。 如果没有,那就好,图像从来不会妨碍。 这里是竖轴上的零,在正常年份里,M等于R加1000,所以正常年份,M在这里,R在这里。 看,R将在这里。 现在,如果我们找三分之二M,那么我们就从这边找出。 是的,三分之二M将在这里。 现在我写出来,三分之二M,那么三分之二R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这是三分之二R,你看到了吗? 三分之二M仍然大于三分之二R。 接着,题目还说道,这两个农场从邻国的农场购买相总的数量的苹果,以补齐自己农场短缺的数额。 所以,我们假设A,小A表示两个农场购买的苹果数量。 既然他们买了相等数量的苹果,那么我们可以插进这个方程两边。 如果我们在两边增加或减少一个或几个数,不等是不改变。 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在两边加上小A,就得到A加三分之二M大于三分之二R加A。 这是老枫树农场买完苹果后的树。 而这个是合果园的,也就是说,在做完所有的这些,老枫树农场还是有很多苹果的。 你可以看这里,这是老枫树农场在正常年份的。 今年,他们只有三分之二的收获,所以他们买的苹果数A就是这里。 这是他们买的这么多苹果,他们可以回到自己平时的数量。 这是他们买了这么多苹果到原来的M。 现在如果R,如果合果园农场同样买了A这么多的苹果,这就是他们的差距。 在树轴上表示就是这样,我能用更好的方式表达这道题,好让这些数值不会相互重叠。 假设M,不要忘了备注,老枫树农场买A这么多的苹果。 插在这里,而合果园农场也买了A这么多的苹果,也就是说我们添加了相同的数量。 现在,我只是复制添加完全一样的数量。 复制,粘贴。 那么合果园买了A这么多的苹果,这是今年收益下降而买的数量。 所以,两个农场买到的苹果得到这样的数量。 这里,二三分之二R加A,这里是合果园农场的。 而这里,二三分之二M加A,这是老枫树农场的。 我们做完这些之后知道,老枫树仍然有较多的苹果。